2020年由于疫情影响 陕西大姐聂基燕的旅行社遭受严重冲击 为了维持生计 她迫不得已关了旅行社打算另谋生计 聂基燕的儿子在上海读书 她就想去上海找份工作 可是她既没有文化也没有人脉 找工作并不顺利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了解到助育师 这份工作是专为老人洗澡 每次洗浴500块钱 随着深入了解 聂基燕发现这份工作并不是单纯的帮老人洗澡 不仅要克服心理障碍 还需要专业的护理知识 刚开始聂基燕觉得给陌生人洗澡很尴尬 可是为了生活她必须坚持 时间长了 她对助育师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 这份职业让老人在生命最后阶段 体会到被尊重 干净 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那么 助育师平时是如何工作的呢 一次简单的洗澡 又会为这些老人带来怎样的变化 我们一起走进助育师聂基燕 显为人知的故事 2020年初 由于疫情影响 旅游业受到的冲击十分严重 开了多年旅行社的聂基燕 整日忧心忡忡 眼看生意越来越难做 她打算关掉经营多年的旅行社 另找出路 旅行社曾经倾注了她的全部心血 如今说关就关她心里万般不舍 可是为了全家人的生活 她还是忍痛做出艰难的决定 关掉旅行社之后 聂基燕一直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受到大环境影响 很多行业都面临危机 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并不容易 聂基燕的儿子在上海读大学 家里没了经济来源 她心里比谁都着急 为了维持生计 她需要尽快找到工作 儿子在上海读书 她便萌生出到上海工作的想法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工作机会肯定很多 这样一来既可以工作 又能照顾儿子 她把想法告诉儿子 她完全支持母亲这么做 很快她就收拾好 行李去往上海找工作 可是工作找得并不顺利 聂基燕在自己的旅行社工作多年 其他领域的工作经验几乎为零 加上她没读过多少书 年纪也不小了 很多工作单位都拒绝聘用她 她的信心持续被打击 没几天就失去信心 像无头苍蝇一样 毫无目标 谁承想一次偶然的机会 聂基燕听朋友说起 祝育师这份工作 她之前闻所未闻 朋友告诉聂基燕 这份工作刚在国内兴起 随后她就在网络上 搜寻相关信息 做深入了解 原来祝育师就是帮助那些 生命即将进入倒计时的 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洗澡 看起来可能比较容易 但是做起来并不简单 祝育师对从业工作者 要求十分严格 不仅要受到严格培训 掌握相关知识 还要克服心理障碍 而心理这一关 对从业者才是最难的 聂基燕对祝育师 有了初步认识 然而只有理论知识 并不能做好这份工作 祝育师需要实践经验 只有亲自上手做 才能摸清其中门道 于是聂基燕开始查找 招聘祝育师的信息 果然在网上 看到了招聘祝育师的信息 她拨通了电话 做了详细的咨询 对方的描述 让聂基燕对祝育师 有了更深的认识 对方说 收费标准是每位五百元 虽然酬劳丰厚 可是给陌生人洗澡 确实让她有些抵触 但酬劳着实让聂基燕很心动 为了家庭 她说服自己 还是应该去尝试一下 聂基燕找到一家 专业从事祝育师的机构 她顺利通过面试 接下来就是为期半年的培训 培训内容除了 学习助育师基本的服务内容 还有很多和医学相关的知识 例如解剖和护理 聂基燕以前 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内容 学习起来有些吃力 甚至有时候会感到身体难以适应 她甚至一度想放弃这份工作 但是为了孩子着想 她还是咬牙坚持下来 学习理论知识还是其次 最难的是实践操作 助育师服务的对象 大多是失去自理能力 瘫痪的老人 需要专业人员为老人检查身体 以防他们在工作时操作不当引发悲剧 所以就需要助育师掌握所有运作流程 不能有一点差错 不然人命关天 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聂基燕深知 这份工作不能有丝毫马虎 她严格按照标准不断实践练习 繁复的工作流程 经常让她感到吃不消 虽然经历了很多困难 但在她的努力下都一一克服 聂基燕全力做着上岗前的准备 半年后 她终于通过考核 正式成为一名合格的助育师 可是她即将面临的挑战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2020年7月 聂基燕刚做助育师没多久 就遇上了一件让她难忘的事情 7月的上海数热难耐 聂基燕接到订单 要去给一位90多岁的肺癌患者洗澡 老人居住的房间出奇的安静 压抑的气氛 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聂基燕虽然做这行没多久 可是她一眼就看出 老人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聂基燕小心翼翼地询问老人的家属 老人家可能撑不了多久 还用继续为她洗澡吗 老人的女儿坚定地点点头 用低沉的声音说 麻烦您帮我父亲继续洗澡 出现任何问题 都不用您承担责任 聂基燕听了老人家属的话 拿出免责协议 让对方签字 一切准备工作完成 聂基燕和同事们 开始合力为老人洗澡 他们轻缓地把大爷抬进浴盆 聂基燕一边工作 一边注视着大爷的神情 生怕出现丝毫闪失 她注意到老人的眼睛始终没有睁开过 隐约感觉出老人的生命 马上就要走到尽头 聂基燕提醒同事 需要在20分钟内完成工作 他们快速给老人擦干身体 将她抬到床上 果然和她料想的一样 老人原本平稳地呼吸 越来越急促 没一会 她就呼出人生中最后一口气 生命就此画上了句号 聂基燕头一回遇上这样的情况 她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可是作为专业的注意师 她必须冷静面对一切突发状况 这也是她在培训的时候 老是一再强调的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想到 老人会走得这么突然 突发状况让大家有些始料未及 可是众人都表现得十分冷静 面对老人突然离世 大家都低着头默默哀悼 房间里异常安静 这时候老人的女儿哽咽着说 谢谢你们 让我父亲干净体面地离开 聂基燕感受到生命的脆弱 和人生的不确定性 她意识到自己的工作 竟然有如此大的责任 从这之后 她对待工作更加认真负责 面对每一个生命 聂基燕都给予最大的尊重 她出色的业务能力 得到更多客户的信赖 随之而来的 就是不断增加的订单 有些客户甚至大老远 跑来找她 希望聂基燕可以到自己家中 帮老人洗澡 大家的信任 让她受宠落惊 她继续提高业务水平 回报大家的信任 聂基燕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 家里的经济状况 明显好了很多 聂基燕赚的都是辛苦钱 当有人得知 助于是每次收费 都要500元的时候 提出了不同看法 老人的钱这么容易赚吗 这么贵 怕不是有其他服务吧 她不明白自己凭劳动赚钱 怎么会有人不分 青红造白造谣 这些不友善的言论 让聂基燕既气愤又委屈 这些风言风语 让聂基燕很是困扰 众口说金 流言蜚语 她也管不了 她知道自己行得 端做得正就够了 可是无论如何 她都没想到 儿子也不想让她 继续从事助于师这份工作 她多次和母亲说起这件事 让聂基燕辞去这份工作 她表示 自己会帮母亲 另找一份更合适的工作 别人不理解聂基燕就算了 没想到儿子同样不支持她 儿子的话让她觉得 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 从头到脚充满寒意 即使面对非议 她也不会退缩 聂基燕始终认为 她的工作很有意义 能受到客户的信任 都是她用新工作换来的 她不会因为一点流言蜚语 就放弃曾经的努力 后来儿子再次提起 让她辞职的事情 聂基燕就反问她 你觉得妈的工作很丢人吗 如果你看到那些老人 和他们的家属 感激的眼神和欣慰的表情 你就会明白妈妈的工作 不仅是洗澡这么简单 也是给即将离世的老人 带去尊严 自从听了聂基燕一番话 她再也没反对过 母亲做助育师这份工作 儿子的理解 让聂基燕工作起来 更有干劲了 2024年 是聂基燕做助育师的第四年 如今有许多年轻人 加入到助育师的行列 聂基燕入行早 工作经验丰富 对客户尽职尽责 平时除了本职工作之外 她还带起了学生 在聂基燕的培训下 很多年轻的实习生 都成为合格的助育师 当然也有一些 打退堂鼓的实习生 遇到这样的学生 聂基燕难免想到 曾经的自己刚入行的时候 她也有过退缩之意 只是那时候 并没有人鼓励安慰她 都是自己解决困难 消化消极的情绪 如果聂基燕身边有 实习生想放弃 她总是耐心地 照顾大家的情绪 还会安慰他们困难 都是暂时的 有了经验以后 才能理解这份职业 带来的价值 聂基燕为了让大家 打消眼前的顾虑 经常给实习生 讲自己是如何走到现在的 这份工作有太多不确定性 他们给病人提供服务 通常都是三个人一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工 有的时候 公司派男性助育师上门服务 可是遇到女性客户 家属就会有抵触情绪 面对这样的情况 有的客户还会直接取消订单 这些并非个例 大伙都经常遇到 还有时候遇到男性客户 甚至觉得500块钱 包含特殊服务 不然也不会这么贵 不仅对女性助育师言语轻挑 甚至还会动手动脚 故意和她们产生肢体接触 这也是最让女性助育师 头疼的问题 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 聂基燕和同事们 会坚决维护自己的尊严 言辞委婉地告诉顾客 他们是正规公司 不提供特殊服务 聂基燕一直希望 社会能以平常心 看待这份职业 这些年聂基燕 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 助育师这一行业的存在 同时聂基燕 一直在为从事助育师的兄弟姐妹们 证明聂基燕始终相信将心比心 她用十分热情对待客户 她相信对方一定能感受到她的诚意 她用真挚的态度感动了很多人 也让助育师这份工作 被更多人理解和接纳 聂基燕还会把这份工作的辛苦和艰辛 以及有可能发生的特殊状况 都告诉实习生 她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进步 除此之外 她还和大家分享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事件 让大家知道 这份工作不仅仅是为老人洗澡 很多时候要亲身经历才能做好这份工作 聂基燕最难忘的一次服务经历 是她刚入职的时候 她还没有适应这份工作 情绪波动很大 还经常产生想放弃的念头 因为这件事发生后 聂基燕再也没有打过退堂鼓这件事 还要从她接到社区工作人员的一个电话说起 社区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聂基燕 需要为一位老人提供洗澡服务 工作人员并没有在电话里说明具体情况 只说老人比较特殊 让他们有心理准备 约好上门服务的时间之后 聂基燕和同事们就开始做准备工作 他们按照地址来到老人家里 房间的门并没有锁 换了几声无人应答 聂基燕和同事们小心地推门而入 屋里可以说是脏乱不堪 恶臭扑面而来 聂基燕忍住恶心反胃之意 屋子里没有开灯 他们只能从屋内的自然光 看清房间里的布局 地上到处堆着杂物 甚至连下角的地方都没有 苍蝇嗡嗡地在头上盘旋 随后大家一起来到卧室 这才看到一个瘦削的老太太躺在床上 她正用一只手抓食物往嘴里送 聂基燕凑到她跟前 告诉老人他们的来意 老人听了聂基燕的话 眼泪夺眶而出 为了能更好的为老人服务 聂基燕耐心地询问老人的家庭情况 接着老人哽咽地说起她的故事 在场众人无不闻之伤感 老人名叫林景怡 她和丈夫离婚已经很多年了 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 可是前几年儿子突然离世 老年丧子的林景怡 承受不住巨大的悲痛 伤心过度突发脑梗 好在抢救急时 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一只手因为落下后遗症 再也不能动了 亲人离世 缺乏自理能力 林景怡受到沉重打击 整日欲寡欢 不和任何人说话 社区得知林景怡的情况 专门找来护工照顾她的生活 老人退休金不高 付不起高昂的护工费 护工只能每天看她一次 给她做好饭 换好尿不湿就离开了 家里常年无人打扫 没胃交织在一起 已经想不起来上次洗澡是什么时候了 听了老人的讲述 聂吉燕和同事们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们十分同情老人凄凉的遭遇 聂吉燕安慰老人 您别担心 我们会帮您把身体清洗干净 这时老人再次流下感动的眼泪 自从儿子去世之后 他很少再和别人说过这么多话 得知大家是来帮他洗澡的 老人受宠落惊 他担心自己的样子会吓到其他人 说什么都不答应 让聂吉燕等人给他洗澡 在大家的安抚下 他终于放下戒备和担心 由于林景一老人长时间没洗澡 所以还有些不适应 他常年穿尿不湿 下半身长了很多乳疮 聂吉燕和同事们耐心地帮他清洗身体 老人已经长时间没有感受过他人的关心 聂吉燕和同事们走的时候 老人不舍地拉着他们道谢 聂吉燕从事助育师已经四年了 经历过很多感人和悲伤的故事 虽然想过放弃 但是他更庆幸当年的坚持 助育师不仅为即将逝去的人洗去污浊 更给予了生命最大的尊重 让他们能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 之前很多人不理解这份职业 在助育师们的努力下 人们逐渐消除了对这份职业的偏见 助育师对老人的关心和爱心 大家越来越理解和包容这份工作